大家好,我是東英走的牆的鮑勃 位於愛媛縣最大的城市松山市,人口約有50萬人 位於城市中心的松山城,也是這個城市的最大地標 松山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長七年 在光源執展活躍的加藤加明為初代繁祖 然後花了將近25年才建造完成 可疑城堡於1784年因落雷而燒毀 現在看到的天守是西元1852年才建造完成 這裡包含天守,共有21個中央文化財,非常有歷史價值 松山城本身也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松山城是屬於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建築,很容易因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毀 所以目前只有十二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其實也都在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這十二個現存天守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松山城蓋在標高132公尺的順山山上,由於是建造於平原中的獨立山體之上的城堡 屬於平山城的建造方式 除了可以走路燈山以外,包含覺得最好的方式是用釣魚搭乘六分鐘通往本丸 一路輕鬆地看風景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抵達本丸之後從長者之屏開始走,一路散步觀賞重要的畫材 經過重要的畫材松山城的立牌前照當相 從異智門俯瞰天守,這個角度包補很矮 除了看天守本身,見到天守內部也可以觀賞到很多歷史文物 看看長知識也不賴 到達標高161公尺的天守頂樓 我們可以無視角地觀賞松山市景 夕陽西下的時候觀賞西邊的賴戶內海 好想要時間就這樣靜止,讓鮑勃多花一點時間觀賞美景 觀賞完天守閣之後我們可以搭乘纜車,三分鐘下山 走這麼多路應該肚子有點小餓吧 是不是想試試看這裡的特色料理呢 鄉土料理五智喜本店,應該是松山最知名的鄉土料理 開業已經380年了 據當地居民說,當有客人來訪松山時 這家店會是當地人推薦的首選 這裡的鄉土料理都是用當地食材製作 一群人坐在各式,點一大堆菜一起分享 真的是爽度十足 以上就是松山城的介紹囉 大家下次再見,掰掰